来 现在是一年二零六年 是 七月 十三号 接近午夜 今天晚上的二三点三三分 我刚才现学院马上录制一段来试看看好了不要在 上传那些都是原文的东西大概在大爷的 是目不着头 OK 这一篇呢 看看 是神话中的怪兽 OK 你就看了 我要让了 多走时间大概是八分十八秒可以去到 开始 神话中的怪兽 这字是 跟神圣有关系 如果 各位知道一些欧洲的一个地名 基本上还有个字很类似 那古埃及的那坊间石牌 坊间石碑就好像 华盛顿特区那个是白宫旁边那个 华盛顿那个就是坊间石牌 那基本是从埃及 获得圆形 Besadisk 类似那个东西 但是来注意一下 这后面某些字母不太一样 基本上就有神圣的意思 神圣 Holy Sacred 神圣 那我们看看 这个东西啊 好 你待会儿先看看 OK 像那个南美洲中美洲的那个蜥蜴 那个头上有些特别的关 就是那个机关的那个关 特别那叫Besadisk 这个东西呢 古代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 现出原形 你看看 第一种 Besadisk 会喷火的蜥蜴啊 类似 那么多 看看在写什么 OK 在欧洲的那个就是 就是 怪兽的跟传说当中 Besadisk 这东西呢 是 那是一种 传说中的 爬童类 那他也是 一般来 认为来 他是 所有的 蛇类的王 而且是 最在地球上 最有毒 最具负毒性的生物 毒性最强生物 那他的出现呢 通常呢 是 呃 哦 他的出现呢 呃 我看看那些什么 looking at it calling 对对对 Brandest 那你看着他呢 那基本上带来死亡 哈 是啊 嗯 Defocock 他有一个什么 呃 公鸡的 脚跟头 然后有个 蛇一样的尾巴 然后鸟类一样的身体 那似乎呢 他的 翅膀 翅膀呢 呃 可以 可以被描述为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OK 呃不是带着鳞片就是带着羽毛 好来过去啊 拉踢让吧 八分钟 看看 你看 Badest 快点 可以出来了 Badest 这个东西 圣 锡吧 圣火锡 这类的 右边那只大了 OK 这也是Badest 是 看看 看前后一点 嗯 是啊 这已经现在 进当代的他插画了 接下来呢 第二种来了吗 哦 第二种啊 这有什么东西 Santo Santo这个字呢 特别哦 那好 我们所知道那个小阿西啊 那土耳其那边有个 杜鲁斯山 杜鲁斯山脉 呃 杜鲁斯山本亭山 杜鲁斯山 杜鲁斯那个字字根 就是这个后面那个字 TAURUS TAURUS 那是牛的意思 那像大约知道那些 被囚禁在那个 克里特岛上面的 米诺塔 米诺塔 那个TAU 那基本上是TAURUS的意思 也基本上也是 牛这个字的字根 TAURUS的杜鲁斯山是牛的意思 那欧洲早期啊 在那个 我们所知道有些遗痕 像那个 旧约哈 那个旧约权书 讲到说 那摩西上山的 寝室那个 DECRO 是 实戒的时候 上帝所招出的实戒的时候 他的子民 那 犹太子民 被他从 出埃及 由埃及逃出来的那些子民 再三下就是 重情欲乐 还有一个重点是 祭祀 金牛 金牛神 对犹太民族来讲 金牛神是非常异端的 非常 是 邪门的那个信仰 其实呢 我们看了一些那个 古夏神话 很多都跟牛有关系 那牛的崇拜在古地中海 曾经非常盛行 牛为什么从那个一般 就是经济或者是财富象征的 过度造这个信仰的这个 状态呢 值得王位的 我们去看 CENTAL CENTAL不是MINOTAL MINOTAL是前半M 那是 米诺安五名 克里套米诺安五名 这是CENTAL 我看CENTAL它什么样子 第2种 什么牛 看一看 你跟牛有关系吧 看我看看 好啊 那继续看好看快一点 让它继续走 好快一点 是啊 继续看起来 这非常有名,这个东西是在那个大印博物馆,就是举世知名的大印博物馆 整个大黄金里摆这个东西,这叫做尔尔金石 那两排就是这样的浮雕,生浮雕不是浅浮雕,一整排都是,而两排都乘放在尔尔金石 尔尔金是谁?尔尔金是英国的爵士 因为这个东西流明英国的亲史,土耳其、希腊的臭名史 因为这个东西是从雅典的魏城搬运过来的 那希腊为了刚刚要回来,那怎么可能? 这已经是戴摩馆的镇馆,尔尔金石,尔尔金石,石头的石 非常有名,这东西很古,其实是刚刚讲的圣套族群跟人类互相战斗 已经过了两分九秒了 OK,SERBRUS,OK SERBRUS这东西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SUB2的SERBRUS SUB就是用牛奶,把吐司寄到牛奶里面 那2的SERBRUS就是贿赂它 那SERBRUS是好像,如果印象没有到,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是地狱的那个门神,三头犬,恶犬,三头犬 那好,你把那个,沾有牛奶的面包,像给这个 给它犒赏它,一直要贿赂它,我们平平安安过去 我们去看,看它图像是什么样子 SERBRUS 恶名昭彰的三头犬,我会不会看这个 我去看下面一点 看下面一点 差不多 是啊,三头犬 三头 看不清楚 哦,上面这个 像还原样子,反而是很逊 哦,这是古希腊那个陶瓶上面的绘画 是啊,这是现代的演绎版啊 嗯,这赫克里斯大战 这大力是赫克里斯 有句话,我一到一段时间讲赫克里斯的英雄史迹 赫克里斯半人半神 哦,查里斯,是怎么翻 查里斯 看看 看看,我看看这东西 那时候,看看那文字部分 嗯 PURPLE 看看 都是海盾的怪兽 CALYB也是海盾的怪兽 那后来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漩涡吧 非常POWERFUL的漩涡 那基本上就是 对 航行的船膜过去非常大的威胁 尤其在这个海峡当中 Messina海峡当中 那这个怪兽呢 这一度是 是啊 美丽的女仙 是啊 那是波斯 不是 波赛顿 海神波赛顿跟大地盖啊 女神的女儿 是啊 他有女女人的胎 他非常忠实于他的父亲 哦 就是波赛顿 嗯 然后呢 Frogged land 去Nordshire Farm 以至于他他新风作浪 引起洪水 然后 来帮他的父亲打江山了 这开脱开江辟 是啊 OK 大概是这样 我们看看 都叫Curry 是不是 Curry Curry 什么东西 啊 又讲到悬窝 十分四四秒 看悬窝 哦 我就录录影 如果十分五十秒了 那这已经进行到三分四十五秒钟 我前场八分十八十八秒 哦 凯米拉来了 就是千和体 千和怪来了 看他千和怪 这个版本的千和怪 看他们版本的千和怪 我看看他的文字说明 看一看 是啊 他说千和怪呢 基本基本根据西亚神话呢 是 是啊 会喷火的 这个 母兽啊 是在小雅西亚 就是土耳其 现在土耳其 利西亚地方的这个 母兽 基本上是 由三种不同的动物所组成 一个狮子 然后蛇跟那个羊 那通常是 是被当作一个 狮子一样的猛兽 那是 羊的头 然后 大概是这样 蛇的尾巴 那 千和怪呢 是 台风跟 Achidna 的子孙 那是 刚刚讲的 那个地狱的三头蛇 跟 Lunia 这个 水怪的 那个 姐妹 我刚刚看到一个字很特别 看 这个字 Achidna 有意思哦 这字其实啊 现在来讲 如果小血的话 就是当作那个 真眼 就是 也是软身的哺乳兽 全世界上 只有三大类 三种 软身哺乳兽 全部都在澳洲 澳大利亚 这个是真眼 就是 澳洲 软身 食蚁兽 很特别 好 那就跟鸭嘴兽 一样是软身哺乳兽 没有多少种 看 很多东西 变成动物的名称 俗称变动物的名称 看样子 跟古典中的印象不太一样 好 这个基本上是龙 龙马早期的时候 那个雕像 我觉得很熟悉 这个雕像 是啊 就是头盘上面的形象 千和怪 Kamera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之前看到的 迎交迎交那个字 好 过了十三分四十六秒 好 塞卡 是有意思的独眼怪来了 看看独眼啊怎么画 独眼怪出现 塞卡 哦 我来我看看 看看 稍微看靠 哦 有一种被遮起来 奇怪 怎么怎么怎么让他出现 呃 塞卡 是 假的妖怪的族谱 不管啊 就去看 过了五分三十秒的影片 让他独眼怪 这是很后来的 独眼怪 看到 看起来像罗马雕像 是啊 独眼怪 跟那个英雄 他怎么把独眼怪给戳瞎 然后抱着羊 他也讨论 是的 您 您 我